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凡 欢迎来到这周的五分钟聊健康 上一集影片我们聊到了 我那时候终于终结了我反复阴道发炎 但是到了更年期 前期荷尔蒙开始转变的时候 外音部又开始养了不得了 又开始出现反反复复的阴道发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又有哪些天然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呢 我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我上次有讲到我年轻的时候 常常得阴道炎 那时候吃抗生素 用塞剂 这个问题好了又回来 回来了又好了 然后再回来 阴魂不散 后来我把饮食里面的淀粉 水果 糖量 整个都减下来了 在发炎的时候改用蔓越莓和益生菌以后 阴道炎就再也没有犯过了 但是到我差不多45岁以后 我外音部又开始超级的痒 我真的是吓死了 你们知道在女生的身体里面 雌激素和黄体素 它们是靠互相抑制达到平衡的 这样才不会因为比例失衡导致答对问题 那当时我的荷尔蒙开始变化的时候 应该是 那这个整修的能量就是糖提供的 所以糖呢就会往那里送 糖一多住在阴道里面那个吃糖的那个 真菌啊或者是念珠菌啊 就开始繁殖哦 然后就开始养 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没有吃太多糖 但是还是会养哦 因为我那时候黄体素就太高了嘛 再加上那个时候 雌激素不是下降速度很快吗 那我的阴道就开始干哦 阴道没有分泌足够的液体往外排 这些液体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免疫的军队哦 那当它往外排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外面的菌挡在门口 不能进来嘛 因为它一直有往外排 然后那里面有军队哦 可当它干的时候 免疫军队就不够 它不往外排就不能把病菌挡在外面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性交 从外面来的菌就能够长驱植入哦 更容易感染发炎 这一次呢 我比年轻的时候要懂得多多了 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蔓越莓保健品 蔓越莓里的化新素能够避免菌沾黏在壁上哦 菌不附着在壁上 它就不能够群聚繁殖 不能够生产生物膜保护它自己哦 那当我出现症状的时候呢 我也会用完全不含任何糖类 我现在讲的糖类就包含了这个 医生源这类糖类哦 这一种医生菌我把它当塞剂就这样长 就用食指这样子把它推进阴道里面有没有 然后就像这样 这样就会挡住就不会太深哦 那这个胶囊呢自己会化掉 有的时候医生菌会完全被吸收 有的时候呢医生菌会被排到内裤上 那最让人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啊 我手上已经有天然止痒的力气了 如果真的太痒痒到睡不着 我就擦含有成分天然干净 最后我也开始使用天然保健品调节自己不平衡的荷尔蒙 就把它调对 那些反复阴道炎的症状终于慢慢的消失了 更年期的症状并不是月经已经完全停了以后才会开始哦 常常在更年期前荷尔蒙就会开始出现变化 作为女生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现在我们手上有很多有效的天然选择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怕忘记或想要了解更多女性更年期 阴道痒 阴道发言的成因和解决办法 可以查询line上面的保健管家 我说的line就是你们平常在互相沟通那个line 你就在line上面搜寻保健管家这四个字 就能够找到能够帮助你的机器人哦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就是从今天开始到3月31号截止 只要你加入天天自然成为新会员 在第一次消费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Happy365就能享有100元的优惠哦 新会员only哦 还没有加入会员的赶快趁现在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问题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